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残岩族伟达领袖 踏入倒下 整个残岩族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永和尊者需要一直坚固着族群 所以不愿在九亿联盟内换质宝 那样太吃亏了 我只能来求将神之主 将神之主取诸多重宝中的材料 就能炼制一件质宝 这可比在族群中换要好多了 永和尊者感叹 这样我还能有不少资源给族群 族群发展 我自身要强 族群后来者也能崛起 哎 罗凤暗自钦佩 自己势力算强了 却依旧无牵无挂 因为人类族群强横无比 而这永和尊者和自己相差无几 却需要肩负整个族群兴衰 西罗多当年也是宇宙霸主实力 和这永和尊者的命运倒是挺像的 罗凤暗道 有西罗多 那金角族群就能独立存在于宇宙 而西罗多陨落 那金角族群只能依附更强者 成为一个附庸族群 正当罗凤和永和尊者交谈时 忽然 看 将神之主弟子们 是将神之主弟子们 罗凤永和尊者同时起身 就连其他一些在宫殿中建筑群内的 都冒出一个个异族尊者们 这都是来着求之宝的 从诸多建筑中走出了身影 一眼看去 足足上千 这些异族群这眼中 都有着渴望 因为请将神之主炼制至宝 和在联盟换取至宝相比 代价要小很多 上千名异族尊者们 都遥遥看向远处那飞来的 十余道身影 那身影或是威恶 或是矮小 或是全身毛发 或是全身金属 十余道身影降临下 诸位师兄 贵父在那的五百多名异族强者中 顿时有强者恭敬开口 请问将神之主 什么时候能见我们呀 你们急什么呀 老师去访友去了 说不定千年万年后才回来 慢慢等吧 将神之主十一名弟子 其中一个开口 紧跟着 他们便迅速画嘴倒倒流光 飞离开去 访友 远处罗锋眼睛却是眯起来 访友 将神之主去访友 我们难道就在这啥等着 依我看啊 我们先去袁世兄闯闯 说不定有些机遇 袁世兄开起租租一千几元 现在才刚开始 走得很难 对呀 现在根本不着急 我等见到将神之主 请他帮忙练着智宝 有了智宝再去袁世兄 就能获得更多宝物来 走吧走吧 先慢慢等吧 来自宇宙各疆域的 一族强者们 有些失望 开始一一回住处 而远处那一群贵妇这带 来求拜师的五百多名强者们 同样失望 却是依旧贵妇这不敢起身 虽说那位将神之主 现在不在 可他们相信 他们在这里的一举一动 恐怕是有强者监视 到时候通禀将神之主的 求师之心意 是否虔诚也很重要 若是连贵妇求师都不够虔诚 很容易就被剔除掉 有罗 走吧 我们要见到将神之主 怕是要等个千年万年来 永和尊者道 罗锋从思考中清醒过来 点点头一笑 和永和尊者一道走了回去 各自回到各自住处 站在山前 罗锋仰头看着将神山 朋友 也就是说将神之主不在了 难得一遇的机会 罗锋眼睛发亮 必须要抓住 在这等了半年来 任凭罗锋怎么想办法 可若是将神之主坐镇将神山 他想弄走黑色金属板就是做梦 将神山 乃是整个星球的圣地 是将神之主居住的地方 罗锋按道 唯有他和他的弟子们可以在山上 其他任何强者未经允许都无法进入 也就是说 将神山上的强者数量 其实还是很少的 而他那些弟子 按照这半年来我搜集的资料 可没有一个是宇宙之主 将神之主共有一百八十二个弟子 部分宇宙尊者 部分不朽集 按理说 将神之主挑选的都是 资质天赋极高的 可漫长岁月以来 他的弟子中却没有一个能成为宇宙之主 一是想要成为宇宙之主太难了 二也是 他这些弟子的精力都在炼制兵器上 在修炼方面反而要差一些 没有宇宙之主 那就没事能够阻拦我 不过也得小心 将神之主的东西 怕不是那么好拿的 罗峰暗暗谨慎 罗峰唯恐世间退延太久 令将神之主归来 所以 在当天天色昏暗时 便排出魔杀族分身 带着地球人本尊悄然出发的 论逃命隐匿 自然是魔杀族分身第一 论战力 地球人本尊也是不亚于幽海分身 所以 幽海分身 暂时留在山脚下 以观事态 地球人本尊 魔杀族分身开始上山 魔杀族分身已经变成了蚂蚁般大小 站在将神山山脚下的一颗狮子旁 仰头看着乌尽威鹅将神山 将神之主 魔杀族分身一脉步 搜底下 直接一个瞬移就到了将神山身处 以现在魔杀族分身能耐 施展瞬移史和空间波动无比契合 其他宇宙尊者都是感觉不到动静 自然也就发现不了魔杀族分身 仅仅两个短距离瞬移 魔杀族分身 凭借地球人本尊的强烈的感应 确定方向 来到离宝屋最近之地 轰隆隆 将神山山腰 一个个巨大洞口喷着一阵阵热气 炽热气流 怕是足有百万度不止 这无尽气流喷出后 环绕将神山 化成一阵阵雾气 单单这些洞口喷出的热气 怕是不亚于一颗恒星 每时每刻能量 每一个洞口 都隐隐泛着通红 似乎里面很是滚热 在远处 以岩石下魔杀族分身 任由那炽热气流扫荡过周围 到了他的层次 早就将恒星当作泥土尘埃了 自然也不在乎这点炽热 空间封锁 魔杀族分身按道 以这山腹为核心弥漫周围 整个将神山 大概十分之一区域都笼罩其中 完全空间封锁 既然空间封锁 那就代表这里是将神山重地 魔杀族分身 细心观察着 忽然两道魁梧身影 从遥远处一洞口走出 他俩一高约二十米 有四体找 赤裸身躯上满是各种花纹 而另一个则是高约百米 双臂极为粗壮 二者一道走出来 他俩气息 罗峰一眼便可判定 是两名不朽极 太热了 这山腹真是太热了 我们师兄弟坚持片刻就受不了了 没有足够时间 怎么练之顶级重宝啊 我们实力不够啊 看看宇宙尊者阶的师兄弟们 他们倒是可以轻易在复兴练着兵器 而且能一次次尝试 特别是九师兄 真羡慕九师兄啊 那四体找生物也感叹 九师兄既是宇宙霸主 又有质宝铠甲 并且是天生活属性能量生命 更是直接深入复兴深处去炼制宝物 连老师平常使用的一些珍贵材料 他都能偶尔得到赐予 以致被老师指点 这不都成功炼制过一件高等质宝了 成为我们将身心仅次于老师的了 我们能跨入宇宙尊者就好了 那高大生物摇头感慨 哪这么容易的呀 这两名不休也没有戒心 毕竟他们也没有想过 有谁敢擅闯降深山 磨砂族分身轻而易举听到那些话 复兴 似乎他们其他的一些师兄弟 大多在这山腹中啊 磨砂族分身看向了洞口 而这空间封锁的核心就是山腹内 而且我也能感觉到 第四块黑色金属板就在山腹中 我得小心 可别被将身之主其他弟子给发现了 磨砂族分身也不敢大意 他虽然潜伏隐匿厉害 可将身之主弟子中可是有不少宇宙尊者 乃至宇宙霸主势力的 搜了一下 空间封锁范围内无法瞬移 磨砂族分身当即施展开天赋秘法御 瞬间便钻进山洞中 而洞口外的两名不朽生物却是丝毫没有察觉 热 无比炽热 磨砂族分身小心翼翼前进 这洞窟幽深炽热 越是往内 连洞窟的岩壁都完全变成通红色 甚至于深处的岩壁变成金红色 温度之炽热 罗峰感觉一般戒逐 怕是都会瞬间被高温直接淹灭 每个细胞而陨落 一阵阵有节奏声音传来 悄然行进到洞窟转角的罗峰 当即变成一颗狮子 悄然滚动入内 狮子表面的一些纹路 却在罗峰控制下具有视野功能 清晰看到远处 无穷无尽火焰逃天 而在火焰最上段 只见一个个或是魁梧 或是矮小异族生命 都挥有着同一种式样的古怪巨锤 一次一次砸着金属 只听到轰啪的声音接连发出 这些都是不朽 我的黑色金属板就在下方 磨砂族分身按道 搜得一下 立即再度施展天赋秘法御 一下子到了近万公里下方 磨砂族分身一次次悄然深入 凭借天赋秘法御 完全能够精确选择一个个巧妙的地方现身 完全轻易躲过那些 一个个正在炼制兵器的异族强者注意 在往下方前进过程中 罗峰也发现了将身之主 传授弟子制造兵器技艺的一些特殊处 那火焰最高处的是用古怪巨锤 那无尽火焰中段的一些宇宙尊者 则是使用十九柄大小不一的古怪锤子 还需要通过神力来操控 而无尽火焰下端的 共有三位宇宙尊者 其中就有之前的洞口外 那两位议论的九师兄 显然这里的火焰就太可怕了 一般宇宙尊者都不敢擅闯 就在下方 我的黑色金属板就在下方 罗峰躲在那山腹的一块巨石下 化作一颗石子 我能清晰感应到 而那九师兄他们三个 却在我黑色金属板上方 我若过去 怕是会惊动他们 怎么办呀 罗峰暗自焦急起来 他能感应到和黑色金属板 距离大概三百多公里 而那九师兄三位距离罗峰 则是约三百多公里 也就是说 黑色金属板和九师兄三位距离很近 等 我就不信 他们一直在这打造兵器 罗峰暗道 同时也隔着三百公里 默默看着他站在火焰深处三道身影 虽说罗峰不懂打造兵器 可是单单观察那三位宇宙霸主 及实力强者打造兵器情形 却暗叹 这简直是一种艺术 这三位宇宙霸主也仅仅动用了十九柄大小不一的古怪锤子 可是这锤子特别是在那位九师兄操控下 凶猛是仿佛能砸碎宇宙 轻柔实 比威风还柔和 各种材料在控制下完美调配契合 简直美轮美奏 许久许久 这一顶级套装重宝算是成了 材料差了一些 若是材料好 完全能弄一件质宝 恭喜九师兄 恭喜九师弟 我去休息了 你们俩也休息吧 也好 一道休息 走 在罗锋默默等待了足足一个月之后 这三位宇宙霸主们总算去休息了 当那三道身影化作三道流光飞出火焰 而后迅速消失不见之后 一颗石子则是瞬间变成一道人影 总算机会来了 黑衣罗锋俯瞰下方 黑色金属板就在下方 黑衣罗锋瞬间便化嘴到黑色气流 凝聚成一颗石子 直接朝下方坠落 石子坠落 磕磕碰碰 掉落向山腹最深处 啪的一下 石子撞击在一块炽热盐壁上 最终停下 而后化为黑衣罗锋 到了 黑衣罗锋看着面前情景 不由一阵惊叹 好美啊 这里已然是山腹最深处底部 在罗锋前方远处十多公里外 正悬浮着一约三米多高的 通体黑色气质物质构成的 雷葫芦状物体 这黑色葫芦悬浮半空 葫芦嘴则是朝上方喷发着 无穷无尽火焰 这葫芦嘴喷发的火焰 蒸腾近百万公里远 似乎充斥着一片山腹 而匠神之主的那些不朽级 宇宙尊者及弟子们 都在这无尽火焰中打造兵器 而黑色葫芦悬浮着 同时周围还有着无形联系 仿佛有着一根根肉眼看不到锁链 连接虚空 虽然看不到锁链 可这些肉眼看不到锁链上 却有着一丝丝火焰形成 这些火焰从虚空中而来 直接钻进了黑色葫芦中 足足36条虚空锁链 黑衣罗锋暗自皱眉 这黑色葫芦 似乎和这无尽的空间 完全连接为一体 并且透过无尽空间 再不断吸纳火焰能量储存 然后维持一定程度的 永恒火焰喷发 罗锋自己就是星辰塔主人 星辰塔便是透过 吸纳浩瀚宇宙中的能量 维持运转 所以看到这黑色葫芦 以罗锋见识 则是迅速做出了类似判断 毫无疑问 接近葫芦嘴的火焰 便需要宇宙霸主及实力 才能抵抗 这连绵近百万公里的无尽火焰 每一丝火焰 都足以沿免一颗恒星 如此强能量源源不断释放 肯定是有能量来源 罗锋感应到一股股无尽火焰能量 透过三十六条虚空锁链 再不断传递进黑色葫芦 虚空传递 到底是什么 能时刻维持这么强的能量消耗啊 将神之主在炼制制宝方面的大师 不会傻乎乎地用自己能量不断消耗 肯定是有来源 就像星辰塔 可要维持这么强能量 黑衣罗锋眼睛一亮 对 将神星 唯有将神星 将神星是将神之主炼制的最伟大之宝 体积又大 完全能吸纳周围虚空中无尽能量 内部进行淬炼 然后传递进入葫芦 这葫芦应该是将神星的一部分 在观察数秒中 罗锋做出一个判断 这位将神之主在炼制将神星时 一是弄于保命老巢 二也是弄于炼制制宝的主要器具 整个将神星便是吸纳无穷无尽能量 不断催炼出火焰的 且聚集在这黑色葫芦中 一举两得 将巨大将神星略移改造便能做到 以将神之主能耐 怕是很轻松 黑衣罗锋盯了那黑色葫芦 我能感应到黑色金属板 就在这葫芦中 怎么办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